好的 我们请三姐过来 给我们做上一期特别节目吧 三姐你好 你好 苏欣 想念你们 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你们做的那个对话天路课 我都在听 非常棒 还有那个四手乱谈 也是就是跟着现在那些热点的事情 都给大家有一些分享 真的非常棒 大家好 我跟观众打招呼 那明天呢 是Ashley的生日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最近呢 就是还有J6的 那一件事情 你一直在现场 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事情 所以呢 你又不能去参加我们的常规节目 所以就请你呢 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就是来补补课 那个对 我呢 就是前两天吧 就是星期五星期六 不是那个以色列那边发生那个战事了吗 对 其实我是 我们这边是星期六得到消息的 但是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的晚上 因为我天天在DC嘛 我就看见那个天空 那个直升机乱飞 我他一来我就把那个 我的那个直播 把他架的对着天空 就拍想拍那个直升机给大家干 就当时在场的所有的爱国者就觉得 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很特别一样的 你干嘛要去拍那个天上的直升机 我们是在拍那个直播接溜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人在DC 这是美国的 就是一个是个军事指挥中心啊 五角大楼在那个地方 你发生了这些 就直升飞机飞来飞去的事情 尤其是我后来飞告的出来 就是两辆直升机 在头顶上飞的时候 一般都是跟这个 繁迪纲 叫Panagan 跟他们五角大楼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就一看两辆直升机 在那下飞的时候 串来串去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又有什么军事行动了 果不其然到星期六的时候 就出现了以色列 我应该在你推特上 就是在以色列这个乱局还没出现之前 你的推特上我看 我注意了 你当时提出疑问了 对对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 这个好像是美国不知道 我想在战前美国已经知道了 要不然他那个两架两架的直升飞机 在那个五角大楼 飞过来飞过去的 那个肯定是有事情了呀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而且说以色列挨打是 全所未有的 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定是知道 一定能掌握情报的 我也想这个背后一定有什么 就是有人在搞事情 不可能以色列人不知道 只是可能就像美国现在的现状 一样的 加拿大其实也是 加拿大人民一肚子疏 但是小土都就在做坏事 你还没办法 你不能一遭把他治死 就是现在这么样 所以美国现在就在这么状态里 我想可能以色列也在这么状态 你说的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 不是说阴谋论 或者是说我们这些人 好像就不信任 什么事情都是给这个拜登政府 就推给他们 不是这样的 事实确实如此 像你说的中间肯定有什么惊天阴谋 所以我就觉得这时候呢 我其实我也在推特上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我觉得好像就说你先不要着急着去站队 因为你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相 所以你这时候你就群情激扬了 然后你就去支持这个去挺那个 到最后我就觉得好像就像韭菜 你就做一颗安静的韭菜 然后你这时候你做一个最喜欢有点脑子的韭菜 不要让人家就是这时候给你把你忽悠上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同时呢 我觉得好像今天的感恩节 我看到很多人呢 感谢上帝 感谢造物主 感谢这个感谢那个 其实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因为我今天呢 我说心里话 作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这是我们的玫瑰月 我们一直就是要 玫瑰经我要去念一个月 那这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一点是差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上帝 这个造物主 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世界 那么今天呢 现在呢 你把这个世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你有什么资格来感谢呢呀 你这时候我就觉得就像一个父母 给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 然后呢 你是够得一团糟 那你这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忏悔 要感谢 你感谢什么呀 我觉得上帝这时候就看着说 他有多痛心呀 所以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说 明天 我觉得像说 你刚好又是阿什里的生日 我觉得好像我就感谢我们加拿大卡车司机 我感谢我们百万牛父母 大游行中间的父母 只有这些人 他们想就把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呢 我们还要保存好一点 我们要把它维护好 我们要捍卫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感谢这些人 所以呢 我就觉得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一个呢 也真是 我觉得也又给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再提一个醒 不要着急 你不要忙着去站队 谴责这个同情那个 世界现在真的是乱的 已经是 真的是有点一塌糊涂了 对 我刚才讲的 先从自身找原因 就是一定要悔改 就是真的要悔改 要忏悔 再不忏悔 我觉得真的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感恩上帝 还给我们重流一口气 还能来反省 还能来回转 回改 这个确实 你刚才讲的 不要急着站队 确实是这样 你看那个J6这件事情 已经 这个真的是 从2021年1月6号开始抓人 到现在两年多了 他们最关心的 就是有多少人觉醒 其实我心里面 我常常在问 美国有多少人回答 真的 你要神 出手 立刻改变那种现状 其实对神来说 简单太简单了 但是 但是 就是神改变了 现在这种危险的局势 或者灾难的局势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真的意识到 这些灾难 是我们 足足被为自己离弃 神造成的吗 就是很难 人从自身角度 去反省的时候 也就很难 真正脱离这种灾难 现在就是这样 确实 昨天也是我们 那个天主教 我们一个常年期的 第27个主日 这主日的主题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 我就感觉这个圣经呢 真是一本特神奇的书 昨天主日我们主题是 上主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 我是我参加完那个弥撒以后 我也特别的感慨 假如说以色列 确实是昨天 就是我们表面看到这样 他是遭到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一个攻击 我觉得也应该是 他们来总结 上主给你的葡萄园 你怎么看好的 上主为啥把你的葡萄园 那个看护给你去掉了 所以这个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不要说基督徒了 你去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脑子不坏的人 很多事发生 一定要去反省 要去思考 就是很多人就是 都指望一个好王 所有的重难 就加在这个王身上 让他来帮我们 就是像过去以色列 出埃及一样的 就是让摩西一个人去扛着 你去跟神说话吧 我们不要跟神说话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们 其实招致现在这种 艰难困苦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明天呢 因为是 我都不知道 你要不讲 我不知道加拿大 今天是个感恩节 其实对美国来说 感恩节是非常 就是重要的 最重大的节日之一吧 你们是一个月以后 对我们是11月 应该是最后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星期三吧 第一个星期一 我们是11月份 第一个星期一 11月在后面 第三个星期一 我们是第二个 对差不多 所以我就想 真的是我们能够来到这片土地 实在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认识神 也是神的恩典 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 这是我们要悔改的 所以才把这个世界搞这么乱 我是想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也很多的事情发生 包括这个明天 10月10号 我觉得川普发的 在他那个真相媒体上 发的那个图片 特别有意思 他说那个10月10号 10点上午10点 到晚上那个10点 在美国国家广场 欢迎你们来 他要去为这个 就是国会的这个议长 这件事情 我就看他还举着小锤 我想这一锤 可不是说决定谁来做议长 他是一锤要把 要把这个国会 美国国会多少年 其实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 不为美国人民真正做事情 这个真相 他也把它敲开来 我觉得川普要干的是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是 就是站在 就是华盛顿讲的 他说那个将来以后 会有一小撮人 他会为了党派的利益 来就是 叫什么 控制这个国家 他不是为了人民来 其实这个从圣经是有出处的 圣经当时就是 撒末尔那个时候 就是以色列人叫他选一个王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很不高兴 原因是什么 本来是神直接跟老百姓说话 神就是老百姓 就是上帝就是老百姓的王 但老百姓都不愿意听上帝说话 他要选一个人来代替神 来跟他说话 这个是人类这个灾难的起源 那现在我觉得 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 是让我们回头去反省 我们要不要从那个源头 就回转 回改 不要再指望一个王 来管理我们 我们把所有的重难 好像我们把重难都交给他了 实际上我们自己的懒惰 就是把我们的权力 主权都交给别人 我们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奴火 所以才会 我觉得特朗普举那个小锤子 特别有意思 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做那个意义 他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 真的把美国人脑子 敲醒过来 我希望美国人 借着这个事情能够醒过来 10月10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在那个DC的国家广场 明天我会去 我来想明天跟你做节目 我想说到时候现场 如果信号不好 因为这个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又做不成了嘛 但是我会给大家报告这个信息 你到时候你可以做现场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推特上 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直播 报告一个信息 这应该是一个 就是也许是一件 一个事情的结尾 也许是一个事情 应该是一个开始 然后就我不讲太多了 我想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明天10月10号 是在国会被枪杀的 那个Ashley的生日 我特别想 就是就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在你眼前 就一下子就消失了 然后其实美国像他这样子的人 就是在这种不公正的 这个政权的管制之下 被就是被牺牲掉的这些人 其实是很多的 包括那些美军 他们为什么要去伊拉克 为什么要去到处去做这些 什么越南战场 什么朝鲜战场 去送掉他们的性命 实际上很多背后有 不为我们知道的一些历史真相 我就希望说 我把这个Ashley 这个这件事情 再次跟我们华人去讲一下 因为这是我接触到的 我要让我们这些华人 这些在西方世界的华人 知道这些西方世界 并不是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 听到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有一些图片 想也一边讲 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Ashley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有很多不光是就是这个对方 就是这个邪恶势力想的 要给他们抹黑 我觉得好像就是有很多这些 所谓的爱国者 或者是保守派 他们也是在这个事情上 好像有很多不同声音吧 就是信的一些宣传 或者信一些谣传 所以呢 我觉得三姐应该你是接触的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看你一直和Ashley的妈妈在一起 所以你肯定是 这是最根本的这些 基本的这些东西 你真实的东西 你挺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的 Ashley呢 当时我们就是保守派的人知道 他是在国会被一个国会警察枪杀了 那一直到9月5号的时候是这个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吗 对可以看到 带着帽子的这个人 他呢叫Zachoy 他就出来作证 他是其实在开庭的时候 他就出来讲 他说我 他已经被抓了950天了 他说我今天 对他说我今天 因为他被抓了以后呢 他一直没跟政府勾兑 就是拜登政府一直跟他要勾兑 叫他要 就是认什么什么什么罪 按照他们讲的那个认他们的罪 但是他一直没跟他们勾兑 你知道不跟他们勾兑的结果就是 重判 但是他这个人 他说今天 他说我因为Ashley 他救了我一命 所以我要来 总而那枪应该打到我身上来了 但是结果他给我挨了这一枪 所以我要出来作证 我不能跟他们勾兑 我要讲出真相给这个人 他其实他知道那个真相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时他在干什么呢 我看我还有没有图片是讲到他 他在 没有了 这个是Ashley被枪杀了 我还是回到刚才 这是一个国会里面通向这个里面呢 是通向那个议长办公室的 那个走道 然而这小子呢 他其实他在 他在 这已经有破了玻璃了 他就呢 想把这个玻璃掏一个洞 就好把这个门就可以伸手进去把那个闪锁的 门打开了 他就可以进去了 他说反正玻璃已经破了嘛 他就把那个破玻璃 他就把他掏一个洞 就可以把那个门打开来 他就在干这个事情 他想打开来以后 他就走进去 好了 结果他在 倒那个窗户的玻璃的时候呢 就这个地方有一只枪 有一个黑手 拿了个枪就伸出来 他没有看见 但是阿希里当时是在这个右边 阿希里看见了 阿希里就在大声喊 跟他喊说 他有枪 他有枪 他没听见 没听见呢 阿希里就拽了他 后来就到他要 往里面拱的时候呢 脸对着这边的时候呢 阿希里就把他后背那个背包 就拽了一下子 然后阿希里拽了他以后 阿希里自己就往前去了 因为阿希里可能 他觉得他自己当过兵的 他进去就能把那家伙制服 他没想到那家伙 人还没进去你就开枪 因为阿希里手上是没有枪的 Sports在美国 别人手上没有枪的时候 你也不能让他一枪毙命 你就是叫他要停止 拿枪威胁他 警察就是这样叫对犯 你给我停下来 不行 不行我要开枪了 如果他不停的话 他手上没有武器的话 你开枪他不能把他打死 除非他手上有武器 你觉得你有致命的威胁 才能把他打死 所以按照常识 阿希里他觉得他进去以后 这个人不应该对着他 不应该把他避掉 因为他没有武器 对吧 他可以去进去以后 把那个人的武器给拿下来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风险 但是呢 结果阿希里还没站到 这个当时他发出来 这个门这个 放着上的时候 刚才往上站的时候 那边枪就对着阿希里 打了 打到他 应该是打到他头部 或者是胸部 我看那个血 那个样子是打到了头部 他一下子倒下来 就是这个人开的枪 这个人叫Michael 这个人后来被提拔了 我就回到前面 后来这个 就这个小伙子呢 他当时什么都 都没听见 然后呢 他也不认识阿希里 他就看到阿希里倒在地上了 你看这个血 应该可能是打到警动外 还是什么地方 当时就毕密 有这个是警察在 给他做复苏 你要知道 其实为什么他里面 不应该给他开枪的 因为外面有一排警察 就在阿希里边上 还拿着枪呢 你想想看 他如果有危险的话 在外面这一帮警察 早就把他打到 你知道吧 所以里面那个警察 开枪是单个有人 下面叫他要制造一些 承诺案件 事件出来 就挑动这个 叫什么争斗 就是让这个矛盾升级 即化 所以说 后来这个小伙子 Zachary就看见他 倒在地上了 他就蒙掉了 他就吓得也不敢再进那个 就是往那个 就是议长这个通告里面去了 他就吓得就退回来了 他说整个事件 就是这样一个经过 他说他真的是 这个事情对他当然打击 非常的大 后来就是 就是他们出来讲了一套 跟这个 说他还说他是个英雄 制止了一些 就是什么 保护了议员的性命安全 制止了什么这些暴徒们 就是危害这个国家 反正一堆的那个造谣说辞 那阿希里死了以后 他的妈妈实际上是非常的痛苦 他就待在家里面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阿希里是他大女儿 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 我拍有没有 他小时候的照片 应该有 从小的时候就 这是一个 就是写阿希里的 他是 10月10号 85年10月10号到1月6号 生命就截止了 他其实还没有到 10月份 还没到35岁 例如说34岁 才过了几个月 三个月 这是 就是这个 川普 这川普 举着小锤的这张照片 我是想给大家看 他的年轻时候 那个照片 好像不在我这个系列里 后来 你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阿希里的那个 他的那一些照片 就是他的 对对对 我是想把他小时候成长 因为为什么他妈妈 生他是第一个 他的女儿 长得小 跟他妈妈一模一样 他妈妈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个脸面 然后呢 然后这个 他18岁的时候 他16岁的 因为他的外公是美军 所以他就非常的 就是以他的外公为荣 就是保卫这个国家 其实美国军人的荣誉感 特别像 家庭也很 以他们为二 所以他16岁的时候 就已经 就签下他要 就好像就申请 他将来以后要重军 填了这个志愿 应该是 到了18岁的时候 他妈妈就送他到 那个空军 美国空军 他是有个叫 像那种 就是大专一样的一个培训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program 就送他去了 那个时候 其实他最小的弟弟 他有四个弟弟 最小的弟弟刚刚出生 刚刚出生没多久 所以他就去当兵了 所以他其实 他的小弟弟 成长过程中间 他都不在 他已经去当兵去了 他后来当兵去了以后 他有四次去到那个 中东 就是其中有一次 他受伤很严重 脑震荡 然后呢 不光是脑震荡 他整个身体受损 然后被那个飞机 紧急送到 德国的一个医疗 机救中心去 去把他后来 就救回来一条命 但他子宫整个被 就医生不能 再生育了 其实那一次的打击 对他妈妈也是很大的打击 他就 其实他心里有点内疚 他不应该就是 好像很支持 他的女儿去当兵 对 因为毕竟就这一个女儿 而且他小的时候 骑马呀 跳舞啊 球啊 就是那种 拉队长啊 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女孩子 那种很健康的 体育很好的 又很聪明的 然后他就是像一个 很灿烂的一个 就生命非常积极向上的 一朵花一样的 就是到哪里 给人家带来的美丽 热情 积极 开心 快乐 就这样一个女孩子 所以他妈妈特别的喜欢她 然后 我看到你分享的照片了 你是现在打不开 你那个照片吗 你可以把你这个 分享这个屏幕 先打 先那个什么掉 关掉 嗯 再去找那一组 照片啊 对 可以还又回到这里来 嗯 你换上一个 我 那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这个能不能打开 看你能 对 对 搭载美军 那个时候 这张照片 这个很好 你打开了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那次受伤 就是 对 你好 这是你刚才分享的 对对对 这是他骑马的 骑马的 对对对 就是 骑马跳舞 这些他样样都 都愿意尝试 而且他 你看这个 就这个 在敲那个 那个国会的 你看 Speakers 对 他就在打 这个玻璃 他想把它扒下来 扒下来以后 就人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这个 这是Ashley Ashley小时候 对 对 他刚才骑马的 你看这都可爱 这是Ashley 这个 这是他妈妈 Micky 你看 他长大了 跟他妈妈 Micky长得特别像 这是一六 对 你刚才走的那一张 这是一六 他去 不会的时候的照片 他妈妈呢 就讲说 对 这是他空军 他是当了美国的空军 非常 就亮丽的 一道风景线 他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 非常有爱心 就是 这也是他在DC街头 这是他平时的生活照 是吧 对 就是他爸爸妈妈跟他 就是他 回去探亲的时候 拍的照片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看一下 我觉得你看这个照片 你就挺爱刚才 刚才那个 这个照片 开这个照片 对 还有一个 这个 和他妈妈的 还有这个孩子 你看坐在这 多幸福的 对 这个骑着马 你看 就这么就没有了 对 但是 这个 这就是他 那个阿什里 他明天呢 一个生日 我们呢 今天呢 也是就是给他一个纪念 我觉得我们应该感恩的 就是这些人 不然的话 美国 北美 美国 加拿大 真的 我就觉得 好像就是 会对上帝的 一个馈赠 对 但是美国 真的我觉得 还是很有盼望 包括那个 Zachary 他愿意出来 就是把这个真相 讲出来 就是因为美国 现在其实我觉得 美国的那些媒体 大媒体 是非常的作恶作弹 他们助纣 他们不把这些真相 告诉美国人民 也就有很多人 对这个接溜 政治犯这件事情 真的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多么 有多重要 我感觉好多人 尤其有一些人 现在还有很多那种谣传 他没死呀 他是个假旗事件 他是想要怎么样了 我觉得真的是 我有一天问他了 我晚上我问媒体了 我说我好像 这个华人圈里面 有人说 这个 就特别是有一个媒体 我不提他名字的 真的很糟糕 就是为了 伟言耸听 吸引观众 就讲那个话 简直是不饶边际 他说这个 阿什里没死 我就问他 我说有一个华人界 我听了这样的一个话 说阿什里没有死 但是因为我是看见过 那个他被死的 那个视频的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他那个眼泪 他就停在那个地方 他说过了一会儿 他平静一点 他就问 他说不光是你在华人大 他说美国也有很多人这样子 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从哪里 要造这个谣出来 他说我当然希望 我的女儿是没死的 他说但是为什么 他们要造这个谣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他 他给我看 看他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他给我 他给我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他一边看一边 讲给我听 他小时候 他的小弟弟 还有让他抱着 他小弟弟的照片 他就是 那种 你知道他将来以后 他妈妈就想到 他自己 就讲到他 那个子宫没有了 不能生小孩 他就把他这个 抱着小弟弟的照片 拿给我看 他说他心里面特别难受 为他女儿 讲到特别难受 因为他自己生了五个孩子 他也希望他的女儿 能有生育的命 也有自己幸福的生活 他说你看我们家里面 就没有好好的一家人 团聚在一起生活 就是他都没有跟弟弟 成长的过程中间 他就离开了 跟那个小弟弟 几乎就是 错开的 那个生长环境 他说我当时以为 他真的能够回来了 他跟他先生要回 这个圣地雅各 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他们已经打算好了 看好了 要买一次生意来 business来做 所以他一面讲 他那个一面眼的 就像那个断线的珠子 你想那一个做母亲 看见他 从小到大成长的 这种照片 想想他这么年轻 就已经没有了 他为什么能够站在这 为其他的接力的政治犯 去发生命呢 他就不想死更多的人 而且确实因为 他站出来了以后 那些被人家都忘记的 那些自杀的接力的政治犯 真的不光是说在外面 让他们打电话出来 这一批人还就轮流排班 进去看他们 因为关键这些接力的政治犯 他们很多人的家人 是不支持他们的 不支持他们 他们就在监狱里面 被虐待以后 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 忘记他们 他们觉得自己 他们也怀疑自己 我干了这些 到底对美国有没有用 怎么这些人 外面的人 没有一个人 他记得我们呢 所以Micky站出来 这件事情意义非常的重大 真的 他后来就是说 他能够在这待下来 都是那些民间的 那些爱国者捐钱 support他 让他能够在这个DC住下来 他最近 今年的三四月份 就开始一直跟大家讲 他就要钱 他以前重来都不要的 是因为有很多爱国者呢 还主动的会捐 因为他们有一个网站 那最近为什么会要钱 我相信很多人是捐款疲劳 他捐了这么久 一年多下来 看不到结果 为什么接力的这些人 还是这个样子 这些人就开始失望 其实我觉得 这个因为不知道真相 你才会失望 如果你知道在这 坚持打 现在有一些事情 是在那种大翻盘 之前那种状态 而且你包括这个Zagra 出来讲这个 Ashley的被杀的这个过程 这个真相 还有一个就是 前男生人 江湖小言做了一个视频 就讲到关于这个 Powboy 就骄傲男孩这个主席 Terry被人家构陷了 那个经过 实际上就是FBI构陷了 涉陷 来陷害这些美国爱国者 他们写了一个计划 叫回归1776 这个计划 然后把这个计划 通过一个什么 就是Terry的一个仰慕者 说他是什么情人 把他发给Terry的电报上 人家Terry根本都没打开来看过 然后就说Terry要是用这个 他们设计的计划 1776 然后去来 要推翻美国这个政权 实际上这种 这种事情的暴露 已经知道说这个16 就先桌子的机会 就是很靠近了 就是我们已经接近了16 最后要翻牌 一定要把那个真相 最后的真相 坐舌一个一个揭露给大家的时候了 所以这种坚持是非常有意义的 打仗就怕你还没打多长时间 你自己都气垒了 所以这个Miki 他自己就是放下自己个人的这种伤痛 能够在这个DC一直坚持下去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爱国人的support 那么现在呢 现在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捐款疲劳了 其实也是对人性和人心的一个考验 就你这时候还要不要支持他继续做下去 其实我个人也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能够在DC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也是很多人捐款支持我 包括我们的推友 我现在不能讲他们的名字 推友捐钱给我 其实我们私下里根本都不认识 所以而且有一批这个华人 基督徒 还有那些爱国者 他们捐钱给我 但是你知道捐这么长时间 人家也疲劳了 这个要前赴后继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你不能光靠这几个人 因为这个J6呢 我觉得也不要说这个事情是到现在已经快有结果了 即使没有结果 大家也要坚持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平凡 不能说是平凡 不把这个真相不揭露出来 我觉得美国没有希望 那美国没有希望 那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我觉得美国没有希望就是这样 就是全世界就一团糟啊 而且那你不要想的今天影响不到你 那非常非常快 这个下坠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那你我们就是你不要想的为了Ashley 不要为了这一个美国 你为了你自己 你为了你自己的子孙后代 那真的现在你要不要站出来 还是说咱们就等着一起 就等着这个黑暗来临吧 如果Ashley不死的话 不被磨杀掉的话 他今年是38岁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 能不能你不要 没有能力捐太多 你捐38块钱给这个Ashley的妈妈 让他能够 接过 就他觉得他是接过他Ashley 因为他说我以前出来不关心政治 我这个Ashley是真的是非常的爱Trump 他就跟我们家里面都说过多少次 Trump这个人是很有就是logic 很有智慧 很有这个common sense的一个总统 是一个非常对美国人来说 一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统 他说Ashley以前说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这个attention 我们不关心政治 我们生活很好 安安逸义的 为什么要去管那些事情 他说就是因为Ashley 他愿意保卫这个国家 他用他的命来保卫这个国家 唤醒了我 我要起来 来做他没有做完的事情 所以如果就是大家 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 捐38块钱给这个Ashley的妈妈Miki 我会把那个网站 把它post到我们这个节目下面 对 大家上去捐38块钱给他 一个是对Ashley这个英雄行为的一个肯定 一个对于这等于是你是纪念他 另外一个也是支持他的母亲 能够继续Ashley没有做完的这个爱美国 拯救美国 支持他其实就是支持 就是支持我们自己的孩子 对 你如果你自己就 我们就有很有可能 我们的后半生可能就会就陷入到这个黑暗中 那这个都不可怕 没有多少时间了 然后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的后代 他要一直要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那么他们以后呢 会要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真的我觉得想都不敢去想啊 所以现在呢 真的是很多母亲 就像Ashley的妈妈一样 根本不关心 我一直都岁月静好 我自己过生活过得很好 然后呢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就想呢 你能看到有一些人就是 有一些人是先知先觉 他们呢就看到 他说为啥支持川普呢 他们就看到 这是美国的一个希望啊 他不是支持川普本人呢 他是支持美国的希望啊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针对就要仔细去想一想 就不要想到今天 我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和平日子过 还有一点 有想不出境的荣华富贵 那么你就有可能 他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真是支持Ashley妈妈 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支持我们自己后代 38块钱 那我这也呼吁一下 大家呢 就是说能有 因为现在确实是生活都很艰难了 那么就是说 我可能我们就是少吃一顿 少吃一个菜 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们就觉得 可能大家汇聚起来以后呢 可能能做一件很重大 对美国 对我们子孙后代 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对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直播 大家有时候会打赏 我都 我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开通的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 我要打赏你开通 我才开通了 我就一直没有发我的PayPal账号 我觉得好像在那个上面呢 就是你比如捐10块钱美金 然后我这只能收到6块加币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不太赞成大家 但不用在那上面打赏 不用去浪费 我觉得直接就捐给这些 J6的这些英雄们 这些J6 像Ashley的妈妈 就直接捐给他们 谢谢 其实我分享的 就是这个J6的事情 差不多这个状态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有进展 然后我也特别 今天加拿大感恩节 其实我也是加拿大公民 我要感谢 那个加拿大支持美国的人 其实加拿大这些爱国者 真的也就是很清楚 脑子里也很清楚的 他们觉得支持美国 就支持加拿大 所以其实每家也没有什么 好那么样的区分的 所以我很感恩加拿大 支持这个人民车队的 支持这个美国这个 基层觉醒运动的 谢谢你们 然后我跟我们这些美国人 在一起经常会讲到 就是他们会讲到中国 我就说很多华人 支持美国的这个 基层觉醒运动 他说对 他说这个非常感恩 你们在这个时刻所做的 是让我们知道说 你们所经历的比我们多 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比我们更有感见 看得更清楚 也更能让我们美国人 能够醒过来 所以非常 他们非常感恩华人 我在这里 带他们像这些支持 这个接溜这些爱国者的人 向你们线上感恩 谢谢 不过现在确实 我觉得华人 这是应该是上帝 要兴起我们的时候了 因为就是你说的那种 那一点特别对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些 美国人加拿大 他们没有经历过 所以呢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 有一些东西 你看得特清楚 这下一步会是什么样 下一步会是什么 这一个是因为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然后是什么原因 后面再还有一个什么样 结果 我们其实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呢 就你就像那 我上次有转发过 有一个他们就是 当时就说这个 分析美国加拿大 这个情况 其实我说我们看得 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 这一些事是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一说出来以后 那当然是像 跟我们正通大火的人也很多 但是反对我们的会更多 他就认为我们是在给 中共递刀子 所以这是我觉得华人 这时候不要去在乎那些了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不多了 那么这时候真是这样的 我们集中力量 然后呢就是 我们加拿大确实有很多 这种就是脑子特清楚的 然后呢大家呢 而且也不放弃 就这样努力的人 真的挺感谢他们的 也是因为这些人 也是因为你们接力 也是因为你们美国的这些人 我才感觉北美有 北美的有希望 所以我感恩 今天的感恩情况 我会是感恩他们 真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人说 我们这些人 好像他们认为 这些华人应该爱中国 对吧 这个爱中国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 对我们自己生存的地方 我们都不爱的话 我们谈爱中国 都是一些假话 对 其实这些出来在北美啊 或者是在欧洲 做这些爱国者运动的华人啊 就爱当地的这些保守派 这些华人 其实他们是这个华人中间 非常优秀的人 是有远见的人 也是肯牺牲的一批人 真的我愿意上帝真的 更加添 这些更多的这种爱 这个自由的保守派的华人 能够站出来 让这些人数的 这个队伍在越来越大 能够站出来 其实我们拯救这些欧洲 拯救北美 实际上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当美国能够回头的时候 整个世界才可能 再进入一个有序的发展 有序的拯救 好的 谢谢 谢谢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也能看到希望 因为我说心里话 我觉得好像就说 我们节目看 看我们节目的人不是很多 我一直这样说 但是我们还是一定 还是一直会坚持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 就有一群这些志同道合者 是非常坚定的 那么而且呢 我就觉得不管是这个速度缓慢 还是说速度很快 但我觉得我们的力量 还是越来越多 而且就这些志同道合的人 也是越来大家越多 我们也希望 我也希望就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就是告诉大家 你有一群 你不要觉得孤单 你在生活中 一定不要觉得孤单 因为周围呢 全部的行尸走入的人很多 麻木的人很多 那么你就知道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和你一样的这些 不屈的灵魂 向往自由这些灵魂 你还是有 那么是就是大家一个 你能有一个一个沟通 或者互相抱团取暖的一个平台 非常感谢三姐 你真的是 你一直这样的坚持 我觉得真的是 我想我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 我一想到你 我就觉得就是坚持吧 努力 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也感谢全媒体 其实真的你讲的这种 大家互相之间这样的一个独立 真的是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对 一个人的祷告 或者一个人的坚持 真的你就觉得越来越没有力量 那么大家一起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 声音大一点 让更多的人听到 那么其实也是 我觉得上帝他能看 他看得见 有这么样的人去追求 他会成全 你想要啥 他都会成全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 任由这种罪恶 随便 你们想怎么恶 你就怎么恶 反正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觉得上帝也会成全 那么就世界会越来越恶 就形势呢 可能会越来越险峻 所以真的是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感谢你三姐 也感谢我们大家 给我们力量 和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鼓励的大家 那我们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 好的 我觉得回去圣经讲一下 圣经讲他有一句话 他说那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 所以现在还有这些 愿意出来战斗的 这些保守派的爱国者 你不可以让他们 就中国人讲的 你不可以让这些 为众人暴行者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全媒体 好 那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